現在是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凌晨12時 又在這裡主播這個 午夜彈琴第六七節目 剛回到家已經有半小時了 洗完澡 在這裡就是 又是享受一杯龍咖啡 你知不知道龍咖啡 我買了一些咖啡 非常濃的 有些朋友說 晚上你喝咖啡 不怕睡不著覺嗎 我真的不會睡不著覺 我真的很好睡 所以就算喝什麼咖啡 晚上我也是可以睡的 所以不會影響 早上一早起床之後 我喝咖啡是非常精神的 整天都精神 好像不覺得疲勞 但是晚上我回來 我又會喝咖啡 但是我一睡到床 不用記久 大概是十分鐘 我睡了 所以 我最舒服的就是 不會失眠 我又不知道失眠是什麼感受 很多人說失眠是很辛苦的 睡不著覺 我有些朋友 好像這裡的 一個深圳的朋友 他就是 哎 真的有時候 沒有那麼好睡 特別晚上 有時候他要喝啤酒睡覺 還有一個廣州朋友 那麼他呢 要去 晚上 他不敢喝茶 他都要買一些 一些紅酒 一些白酒 去喝少許 去坐睡眠的 那我真是不需要 我真是不需要 我真是不需要這些 我一天呢 可以 一躺下 日後也可以睡 晚上也可以睡 所以 這一樣東西 又不同的 真的不同 所以 我 回來的時候 我已經是沖了一口咖啡茶 然後 沖完澡之後 我又 加多水 繼續下咖啡 現在第二 第二杯的咖啡 基本上 嘖 嘖 沒問題 我還嫌它不夠濃 嫌它不夠濃 還要加少許 因為我都是重口味 重口味的人 加少許 你也加少許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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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喝到 有些咖啡的香味 才行 所以 不會說我喝了這些咖啡 今晚真的 亮 我眼望天花 看到天亮 絕對不會 現在已經是凌晨了 大概 我是一點鐘睡覺 直到現在 我躺下 下床 都 睡到覺的 所以 這件事 就 不會說 什麼 非常好睡 我待會坐車 以前坐大巴也好 只要在大巴裡 我也睡到覺 如果在飛機坐成 十幾個小時 十二、三個小時 我可以睡到十二、三個小時 在飛機我都能夠睡十個小時 所以說 有時 我記得一次 我在歐洲 那個法國那裏 坐那部飛機回到廣州 十四、五個小時 竟然我一覺睡到廣州 睡醒了之後 這麼快到了廣州 嘩 不是啊 這麼快 我還沒看夠風景 那 就是這麼快睡 所以這件事就是 這件事就是 睡眠 很重要 就是 什麼 但是你說 我有時 如果我吃粗熱的東西的話 那我會發一些夢 那些夢又很緊張 也會有 所以這樣 但是如果我喝一杯涼茶的話 那我不會發夢的 就是很靈驚的 啊 啊 啊 還是加多些奶粉 先 不要太喝了 始終是 不要太喝了 不要太喝了 先放這些 這些在這裡 這些味道 稍微 它是 有點香香的味道 好 今天呢 我出去橫街到 不得勝可 又買了一包 這些茶葉 台灣的特色茶 綠茶 六元雞美金 六元雞美金 那我又買了 這些茶 我又買了很多 有烏龍茶 有鐵觀音 有綠茶 有鐵觀音 哈哈 非常 啊 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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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茶 那對身是很有益的 嗯 嗯 今天 先後呢 我就 這個時間已經分享了一輯視頻 就是 第五輯視頻的時候 是 今天 上午 十二點鐘 去 去拍的 在後花園裡 那跟著呢 我自己出去 就是在屋那裡 在自家屋去 去華人街 那 我又拍了過程 那現在呢 先回家 先上傳 先上傳 這個 這樣的 視頻 上去 嗯 還沒分享 那 這個時間是 晚上 那 回來呢 做這個 午氣彈琴 那 去找個朋友 今天 大概是 1點鐘 那 幫我朋友 去 那個 吃 那些 那些 燒烤 不好吃 白蚊雞真的不好吃 而且 全部是 那些 墨西哥人 中文人都比較少 所以 不過呢 就是 當 試一下 墨西哥風味 所以 就是這樣 然後 吃完之後 我也是 我講了 朋友 就是 去逛公園 曬太陽的 那裡 的確就是華人街 今天是非常熱鬧的 聽說 他不知道今天是甚麼節日 我就忘記了 反正不是中國的傳統節日 那我又 忘記這些東西 反正在那裡 就 真的非常熱鬧 熱鬧 人氣夠足 熱鬧 也好 為甚麼 我住在這邊的公園 其實是冷冷清清的 始終 你華人的地方 是 是多人很多的 那 不是說 華人區 清一色是華人 還有 墨西哥人 之類的人 一起 集中 不過相對說 就是 那裡 就是 所以我們華人區 晚上 又去 這個 這樣的 去到甚麼地方 去 哇 那裡 又買了一雙鞋 買了這些鞋 這些鞋 這些鞋 你就是不用十元雞美金 這些鞋 你就是 這些鞋 你就是 變裝的 不錯啊 你又不錯 挺好 那明天你就是 同樣去打拍攤的 嗯 那 唉 有人 叫到 那我又 明天去上班 明天上班 那 這些 沒有房 所以 所以 專程 買到這些鞋 這些 當然是變裝鞋 這樣 所以 今天就是 一日時間 很快 就是這樣 愉快 這樣 回家 又是 又是 正是認了 是 開心心出門去 又平平安安 回家來 那現在 所以我做這個五夜燈 停意 平安回到 家 然後 然後在這裏 探 洗個涼 假裝這個頭髮 我洗一下 洗一下 我就很少吹頭髮 洗完之後 你只要等它自然光 自然光 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我不用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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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袖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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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看到他拍照片分享都很开心 所以很久很久没有见面 真的有30年没有见面 但是在我脑海之中还是很熟悉很熟悉 我相信见面一点都不会陌生 因为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 或者有30年没有见面 但是样子永远都是差不多 不是肥肥瘦 我也是瘦人 但是都是差不多 样子是不会怎么变的 大家的皮肤又是有少少老皮 这个衰血就是这样 所以期待 总是有一天 大家同学会聚一聚 相聚于广州的 很期待 很期待 人生十年 很快 所以人生真的很短暂 你回头来想想 做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其实我想 真的 真的 真的没有什么做什么 其实很多 以往都是很多机会 早些有很多机会 人生是充满挑战的 其实我也是喜欢挑战的人 挑战 也不是一个非常安定的人 都是不甘寂寞的人 来的 百个众观 回头来 最重要是平安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一切一切都是过眼闻烟的 无论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走的路 其实都是无怨无悔的 自己选择的路是怎么走的 就是怎么走的 来到洛杉矶都有差不多六年时间 又是不知不觉 所以洛杉矶还出什么成绩出来 只是享受一下这样的清新空气 食品安全 其他就是见识一下 见识一下意义 就是说真真正正了解海外的生活 可能有点点心得 其实海外不是国内 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说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差不多 最关键的就是 知足者上落 那如果你是一个人 你是不知足的 那你何来的快乐 所以人就是这样 我也是十分之 虽然我的人喜欢挑战 但是很容易满足一个人 所以容易满足一个人 所以容易满足一个人 可能是快乐的特别多些 所以在这个洛杉矶生活六年来说 一个总结就是 就是无惊无险 平安 平安 也没有经历过 什么大起大落 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 一种生活过程 可能甚至在广州怎么生活 在洛杉矶变成了怎么生活 同样是喝茶 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这样 唯一改变的就是 你一个人在海外 只能够养成一种独立的 一种体验 很多东西 都是有点 感觉上 生活上 真的不是十全十美 它真的有甜酸苦辣 有开心 也有 失忆 失乐 都是有 在全世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人都是一样的 因为人来说 北京不是圣人 人是凡人 凡人 凡人 就是有凡尘的 七情牢獄 还有 人是有情绪化的 有情绪化的 也会发生的 也会开心的 也会见到老朋友笑呵呵的时候 也会见到你 你心中看他人不信的时候 虽然人是说 但很多事情都经历一定的时候 你就是自我修痕 自我修痕 慢慢随着年龄大的时候 你一切都是信的 即耳朵信的 希望 希望 不轻易去 去发怒 即是这样 反正 人生 就是这样 我们很幸运来到这个世界上 还是希望 快乐多个 不开心 也可以说 有时以苦为乐 也是人生一种哲理 好了 现在谈到这里 先